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和基隆市的友好城市 日本高松市议会参访团 率团带队的自由民主党议员会会长 钟春顺一交换纪念礼物 基隆市议会特别准备基隆名产凤梨酥 成年绍兴酒以及市议会和总统府发行的议员红包 以及暖心的珍珠热奶茶 在寒冷的天气里招待来宾 双方话家常都期待两世之间 进一步的交流 在此我们准备了台湾盛产的水果 还有我们基隆在地最好吃的糕点 凤梨酥 请我们贵宾来品尝 还特地准备了这个 我们台湾 这个从两岁到九十二岁都喝的珍珠奶茶 请大家不要客气 高松有许多我们基隆学习的地方 知名的赖户内海艺术记 就是办理在高松市守寨的香川县 将港湾还有沿海的特色 融入我们这个艺术的创作 成为现在全球最知名的艺术记之一 更让更多的游客愿意住宿在那边消费 再次感谢我们中村生意会长 帅团来访问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期待有机会 我们基隆市议会 也可以来到访美丽的香川县高松市 高松市议会 基隆市议会 也永远都欢迎大家在此的来访 与基隆市议会 同志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也和高松市议会参访团 一行人合影留念 高松市议会参访团 也会到六都科技园区 观摩私人企业 基东市议会表示 高松市位在日本四国香川县境内 人口大约41万人 临近赖户内海跟基隆一样 是一座港口城市 两市在2017年5月 缔结为友好城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